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张大仙 S13版本刺客虽然强 但各路战士也是百花齐放 要是你能带上点真伤 那就意味着强度有保障 那要是再带点制裁效果 还能减伤位移 那就是大腿了 报纸上说没毛病 没错 我说的就是他 我的朋友小格子 尼扎和刘邦一样 都属于分代刘的代表英雄 这类英雄的特点就在于 即使他远远的代线 和团队四人完全分开 打起团来 他也能第一时间赶到支援 他可以不断的运营兵线 给敌人造成压力 逆风局能发挥极大的作用 但和刘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刘邦擅长保人 而哪吒更擅长进攻 哪吒对后排的压制力 也是非常强大的 被动质炼火种 不仅让治疗效果降低 还会持续造成真实伤害 击杀后排是很稳的 不过光知道四一分推 直突后排也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今天就教给大家 几个哪吒的小细节 帮助大家更好地理清 玩哪吒的思路 首先哪吒的一技能 一小段加速 很多朋友用不好这个技能 单纯往敌人脸上放就完事了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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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技能被动被很多朋友忽略了 这是哪吒单代的一项资本 一技能命中一个目标 就会增加一层封火轮效果 每层增加6%的移动速度 叠5层便是30% 一技能尽可能多的命中更多的目标 把移动速度叠起来 才能帮助哪吒更好的走A对拼 又或者是被gank的时候 利用移速加成逃离现场 移动速度就是哪吒单代的资本 哪吒的二技能位移 除了可以以墙后目标作为支点翻越外 还可以以贴墙站的目标进行墙内翻越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一般的野怪位置都不足以让哪吒墙内翻越 实战时以贴墙敌人为目标 也容易导致自己翻身过墙 失去追击机会 所以拖动施法选择尤为重要 由于二技能有两段 当我们离想要攻击的目标有较远距离时 可以选择先翻越较近的目标来靠近敌人 再用第二段翻越来命中目标 每次释放翻越后 哪吒都会获得15%的减伤 持续三秒 上路抗压时 我们就可以利用二技能减伤 来减少敌人对自己的消耗 当我们有大招后 不要无脑放大 你一个人冲进去换一个 敌人一群杀你一个 每个人都有助攻 整体来说是血亏的 大招其实可以用来逼退敌方C位 你开大掌控全途视野 被你锁定的目标一定会不断的后撤 或者靠近防御塔 而敌人也尽可能的朝他靠近 这时候我们要拖动视角来观察其他敌人 在你飞行的路径上 如果有更好的落单目标 我们可以立刻刹车 对另一个目标施展攻击 要知道 敌人虽然知道被锁定的人是谁 但是并没有你的视野 也不知道你飞到哪了 突然刹车攻击另一个单位 被你逼退的C位 无法立刻返回加入战场 你们也可以趁此机会开团 以多打扫 而你则完成了分割战场 逼退C位的任务 而面对头铁不愿意退后的C位时 那就勇敢的冲上去 一边飞行一定要一边拖动方向剑 哪吒撞击的方位是由左边的方向剑来决定的 一般我们往回拖 形成回推即可 哪吒目前的胜率 暂时英雄排行榜第七 是非常强力的上分英雄 推荐大家使用哦 好了 今天的快报再告一段落 王子鑫的陈瑞夫 与大仙都得目 我是张大仙 每晚七点半 都一对八八 咱们不见不散